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經說過 大數據時代即將來臨 可是什麼是大數據呢 就是講很多大筆的資料 分析成簡單的結果 甚至從中找出商機 而科技部長張善政 今天也強調大數據的重要 當然呢分析人才也是焦點 事實上這個大數據 張忠謀 張董事長前身講過說 這個是將來非常好 台灣非常好的發展機會 科技部長張善政 引述半導體教父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話 強調大數據的重要 什麼是大數據 簡單來說 就是將現有的巨量資料 分析成簡單的結果 舉個簡單的例子 電信業者擁有上百萬筆客戶的資料 透過這些通話或上網的消費數據 業者就能分析 推出貼近消費者需求的資費方案 大數據時代來臨 應用層面也很廣泛 像近來正義不斷的食安議題 就可透過Big Data防範 蒐集這些食品業者資料的方式 就是電子發票 只要有資料就能分析 甚至變成商機 博科技部長張善政坦言 台灣雖然硬體資訊強 但軟體卻不入流 沒有創意就沒有營運模式 最重要的是沒有分析數據的人才 我覺得我們創意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在技術層面上是有創意 不然不會去拿那麼多獎 但是我們在 business model上是沒有創意 不過張善政也強調 分析巨量資料並不難 難的是政府的配套措施 否則還是會有副作用 像是資料外洩的風險 要怎麼在big data和big thing中劃出紅線 未來不僅考驗企業 也考驗政府的政策 雲天TV委員分路一新才報導